我们到日本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 上班族每天都担心会被裁员会被减薪 很多人希望可以保住工作 所以现在呢流行起拜阎罗王 而且呢带着的是蒟蒻做贡品 就可以获得阎罗王的能力 那么呢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说 这个找阎罗王当靠山 老板呢是绝对不敢乱来 经济不景气怕被减薪裁员 怎么办日本上班族现在流行 到这里来拜拜求好运 这里就是东京非常著名的蒟蒻阎罗王庙 蒟蒻跟阎罗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而这里又为什么在不景气当中 成为最受欢迎的地方 带您进去我们一起去看看 主管生死的阎罗王 竟然变成日本上班族的精神寄托 这里的阎罗王名叫蒟蒻阎罗王 原本盛传能够帮人治疗眼睛疾病 现在传出有人面临失业要被裁员 来到这里祈求阎罗王保佑不要被砍头 没想到真的实现愿望保住了工作 消息传出去之后不少上班族趁着午休时间 穿着西装就来拜拜 笑说有了阎罗王当靠山 老板绝对不敢乱来 不过来拜拜得奉上阎罗王最爱的贡品 到阎罗王庙里面来拜拜 据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带着这个 把蒟蒻当成贡品 据说诚心诚意的祈求就能够达成心愿 庙里面的住持解释古代传说 这里的阎罗王最爱吃蒟蒻 只要拿着蒟蒻来拜拜就能让阎罗王高兴 而同一间庙里面还供奉着盐巴地藏王 如果在职场上面被小人陷害 带着一包盐来祈求盐巴地藏王 据说就能帮你赶走小人 诚心诚意的信徒还可以拿起地藏王的法器 在身上轻轻敲打 说是能够驱赶厄运 让人恢复元气 工作更顺利 中文新闻 刘鹏宇 今天我们起日本东京 才有报道